好 那就歡迎大家 收睇收聽《宏觀經濟》 今天三人齊整的 今天已經是1月27日了 Eddie在那邊在享咖啡的時候 你們在那些蠻坊之地 有什麼慶祝這個農曆新年 現在Boris Johnson 已經完全是正常化了 除了所有的禁制 現在會不會有什麼大的慶祝緩道 你知道嗎? 在英國的情況之前 多謝網友的祝福和問候 因為看到很多網友都在留言區裏面說保重身體 就不一一說個名字 但是每個訊息我都有看到 多謝大家 現在雖然中了舞廢 上個星期 我和雷總做完節目之後 因為其實我們每次做完節目 我差不多要用多一個小時的時間才可以成功上載影片 還有要製作那個遮蓋頁等等 其實大約 譬如我們錄完四點多小時 我們五點之前 我就要廣級上載了 所以大家都忘記了 所以就在一點之前就上載了 所以就做到五點多小時 我這段時間 然後就馬上載進去做檢測 檢測都要等一個小時 我差不多六點多 七點才檢測了 那又要等到結果 那我其實那天和雷總做節目 我的喉嚨是火燒的 雖然說這麼多東西 但是沒有辦法 那真的很濃 但是都要頂住 因為你做節目承諾就要搞了 等於會員坊的時候你還男性 你上一台就要做了 就要說了 沒理由不說話 所以排完隊 拿完結果之後 我就基本上在家裡 就睡到豬頭 因為真的很累 做節目肺是永遠不會記得 某東亞國家傳出來的慘痛的經歷 這個因一定會記得 總有事 那我相信Omicron 但是這個測試就不會告訴你 它沒有檢測得那麼細 究竟你的DNA是Omicron 還是Delta 所以就比較輕的 比起Delta一定 都是喉嚨痛為主 第一 二日是有些低燒的 有些尖寒尖凍 檢測出來就是一個 溫度計 測出來就是低燒 不是很高燒 那沒有藥吃的 因為去GP他都不會接受 他知道你中了Covid 他還叫你不要去GP 那你又沒有去到嚴重到可以進醫院 那我就吃回 KO祖國的那些感冒藥 你知道很多香港人那時候還可以出得去的話 那多數都是在鄉下賣在藥裝裏面 日本人看見以為 你香港人這麼虧 你怎麼經常去藥裝 你不是東亞病夫 那時候都買了很多 日本的特效藥 那所以就吃了一包幾兩包 那你說是不是很根治 就一定不是的 那多數都是比較 緩輕你那個症狀 比如說收了鼻水 少了鼻水到下喉嚨 那你就少了喉嚨發炎 少了咸之類的 那所以都定得到 那就用回自己的身體抵抗力 那沒辦法 中藥有沒有蓮花清溫湯 有沒有雷腫排的涼茶 那唯有都是 撿幾粒菊花在下面公園 那就曬乾它 然後自己就清一下喉嚨 那始終在這些盲方之地 又沒有中藥 那始終中藥才可以幫助肺炎 那始終就是打針都是吵的 那打了三針都中 那就有心理準備 那所以整個項目就這樣 那希望就 中藥之後的 Antibody是會提高了一些 那更加 就算現在是走回Plan A 在英國那裡 那都希望是沒事了 那多謝大家關心 那很多人可能說 你Eddie去了這些 親英暖直的地方 活該你死吧 實衷吧 暫時還沒死 所以多謝大家關心 有網友叫你用這個領物 記得是用這個暖水 不用說什麼 撿幾粒菊花 真是曬太誇張 是吧 英國現在天狼地凍 有時間搞 那這個當然開玩笑 那也幸好 休息了一兩天 但是做的事始終都要做 因為都沒得停 所以就開始了 還有今天的顏色是比較好一些 那自費就添置了一些器材 LED燈就應該比較厲害 所以就 怪不得知啦 怪不得面色這麼紅 眼燈可以啊 這眼燈 怎樣啦 不是病完之後反而 哈哈哈哈 我就說 你用了一個什麼鏡頭呢 上了那些顏色 但是外面的太陽如果都真的很猛烈的話 都不夠勁的 始終這個是光學的問題 就算是挺大 但是就添置了一盞燈 那希望 因為雷種之前說 我太暗了 那就沒辦法了 那自費再加快 應該看出來的效果好一些 那這邊是 這邊是走回計劃A 所以就 大家都當是感冒 好像是紋身的感覺 好像你中過 型一點 就是你紋了一個Hello Kitty在背部 好像覺得 你是某個社團分子 是型一點 這樣 那你還未中 好像就說 你還未中啊 唉 這樣的反應 那已經是out了 是不是 那你們香港就 很開心 那又今天 特首出來就說 再延長那個 限聚令那個措施 那又沒得吃團年飯 跟著又沒得行花市 但是 很搞笑地 花虛呢 就是 人多 車多 逼爆了 那之前 就是那時候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我都有去花虛 就算沒有風期的花市 因為去年的情況 有沒有記錯的話 失貨是有的 但是乾貨是沒有的 給花市 如果我記錯你補充 去年是 去年是 那所以就沒有說全部的花 就推去花虛就擺賣 那但是今年應該就 絕大部分花農沒有地方去出貨 那我唯有都是賣回花去 那所以就特別多的 那你們有沒有買蓮花 這邊我就很搞笑的 就都有銀鈕 那我打算都插幾支銀鈕呢 那就都點綴一下 你說桃花就拿了 是不是唐人街 是不是唐人街就有一些蓮花賣 我就沒逛過去 還有就是那邊就都是 某個顏色多一點 我就盡量就是 非必不得要的話 都盡量不想去光顧 因為就是 免得頂撞他們 接著就花花了 那所以就是 當然都有光顧過 但是盡量就減少了 那所以就 當然有新年氣氛的 就是燈籠那些 但是花 因為那邊是食肆比較多一點的 還有就是 中超就比較多一點 你說是 就是好像一個香港這樣的蓮花市場 我覺得就未必 那所以就 新年氣氛 你就可能過去了 還有就是買了些蓮膏 還有牛扒膏 都應一下景 就是 步步高升 那你們怎樣 你們怎樣辦的蓮花 我今年就一支工 OK 再加上就 就是現在都是 就是今天我們特首就說 就是 他都明白了 這個農曆新年 是一個 就是一家團聚團圓的 一個很重要的日子來的 不過呢 在現在這個疫情之下 我都奉勸大家 就各自 乖乖地這樣留在家中 就不要去那些什麼 就是七盟七日的家裡造訪了 那所以 我估計今年都是 都應該是我自己 你最靠近的家庭的人 就會見面 那所以 再加上 剛才你都說了 花區那裡逼得爆了 還可以 不是吧 不要玩了 哈哈哈 你不覺 就是街市好像都是會有些 就是 鹿油葉啊 銀樓最基本的那些 你不覺都有多傳統的街市 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就 因為今年 你就是不能搞這個花市 但是就 就是我看的新聞來講 都是 有些花籠 其實之前 因為你知道 其實Omicron就11月 就是忽然之間 突然間爆出來的 但是對這些花籠來講 其實他們就 就是之前那段時間 就好像那個情況 好像叫做 就是一直在改善這樣 那就是香港平時的市道 也都見到明顯是正常化的 我都講了 無論你去出去 都入了貨 是啊 沒錯 入了很多貨 哇 你跟著現在說 落閘 哇 真是大嶺落 真的 那這些貨 扔到哪裏 好理 所以 其實我見到 我住在這附近 有些之前 刺了的舖子 都被人家短期租了來 就散這些貨 但是 我暫時我沒見到一些是花 我見到是有兩間是 堆了很多那些 大大棵的桃花在那裏 那沒用啊大哥 我又不是想搞一樣東西 桃花就不適合我了 你說便宜的 幾枝花這樣 擺一下就OK啦 就算一枝光在家裡 都叫做多一點點 顏色的氣氛這樣 但是我暫時沒見到 你是不是早都會和你老婆試 帳戶以下 然後見到 那家裡多了些桃花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問題是 我今天見到 有一間已經是開了 就是他堆滿了桃花 是很龜大棵的 大哥 別玩了 我免得煩了 插完之後又要找地方安置 那棵東西真是 還有你呢 就是過了一年之後 那些桃花已經傻傻的了 嗯 你搬下去下面 哇 整條花漏呢 哈哈哈哈 你真是想命 我在家裡很久之前 我們試過插過呢 就是 你插得好好的 因為插的時候 它比較壯件 都不會散到周圍 到你收它的時候 已經是傻傻的那一碟 一收呢 你已經是散到 整個地都已經是 你還要找東西 炸一炸它 你知道它的桃花散開了 這樣 哇 很煩的 非常之 你那麼氣 不要玩 不搞 那我就通常 通常是年三晚 才去花市買花的 那今年沒得去呢 那就不知道 今年就 還沒安排 看看 看看有沒有一些 但是今年 今年真是尷尬 因為呢 如果你不是年三 因為今年沒有年三十 還是年二十九 年二十九 如果你不是年二十九去買 你如果想著是周末的話 就肯定是虛陷了 真是 真是難 應該也不會去花區買的 就是一些方便的地方買的 嗯 嗯 那麼我們都說一些家住的東西 因為就是下個星期就都是十四年了 沒錯沒錯沒錯 星期四 星期四就是年初三 不是年初四 年初四的時間 年初三 星期四是年初三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是年初三 大家都拜年了 忙緊 做直播都沒什麼人數 又沒什麼課金 不如休息一個星期吧 所以就休息一個星期吧 那就會好一點 所以就 那不如都看一看吧 因為就是我看上年的日程 每年就五十二個星期 我去年應該都做了四十九至五十個星期 那就是都 都 應該只缺勤了兩三集 那雷總應該還 還多一點 不過我們三個都很差不多 就是所以 就是上年都是 就是都很勤力的了 那麼 都讓我們休息一個星期 雖然我這邊就沒有假期 但是就是 那麼 都大家休息一下 那就是因為拜年 無謂的特意去做節目 那所以就是 那應該就會 2月10號 那也是星期四 才會做2月那次的直播 那這個時間我們 都要再跟九哥確認一下 九哥有沒有唱 是啊需要 那就是跟教甲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麼 那 那 接著 今天的節目呢 就是我們會先講講視訪 接著就 就是有些現況都講講 因為始終 在這邊 就 就是 剛才雷總就說到 就是波羅斯·強森的措施 還有他上位 就是 天天都是 就是 究竟倒進去 什麼時候 真是下台 這樣 那麼 每次就是去國會呢 就是被人質問呢 那麼他的短暫就叫做 PMQ Prime Minister Questions 那就是PMQ裡面呢 就不是你中環那個 就是 警察那個 就是前宿社 嗯 那就是 就被人質問 就是說究竟怎麼樣 那他就拋了一個球 他就應該找了 就是一個 黨內的一個 比較 就是 給一個 就是 怎麼說呢 內部紀律的人去 就是做個調查 那還有 又有倫敦的警察 都去了 唐寧街10號裡面 就應該 就是捉了 波羅斯·強森 就是捉了他 問話 哈哈哈 就是 所以就都 那就說 警察問話 可能那個報告又要拖拖才給 那 那 昨天就 就是有些大臣 就是一個文化大臣就說 哇 你現在國家有難 你是不是應該問一下 就是烏克蘭 還有就是俄羅斯的警方 而不是 只是問波羅斯·強森的那些 就是限聚的 限聚時間的一些派對的情況 那 沒辦法 就是 哈哈哈 就是 國家有難 有時就是 我其實又想起 就是 那時候 啊 啊 K.O.也有看的 就是 Don't Look Up的 的節目 就是有時 就是 當然啦 就是可能 比較遠一點 就是就算歐洲的戰事 都未必飛到去英國 但是 但是 似乎看回這個情況 就是 就是 嗯 一觸即發 那就是 都 似乎都挺誇張的 那之前拜登也有失言的 那但是 我們做一個預告先 那一會兒 有一節時間呢 就給K.O.說回 那接著就 上個星期就 就是 賣關子 賣到最後那集 就是最後那節呢 雷仲都還沒開 究竟說呢 第一個 哈哈 那我打算初時開了頭 給她說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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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她還有一百頁的PPT 只是說到第三頁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那所以不好意思 那個是 他公司呢 就是講三個小時的一個 其中一個節錄 那所以呢 我想 用三節時間吧 然後就類似就可以講到 就是 這個 conviction 那我第五節 因為就是 這段時間呢 就是 始終我都是 就是 上班的時間 那所以就是 第五節呢 就麻煩兩位拍檔 就去幫忙 就是做完 那個 結尼大五節 那我只可以 將到頭的四節 那我盡量都 講一講完我的 conviction 那如果要補充的話 就可能在我 星期二的節目 那邊再補充回 那就大約 今天那個節目 那個 那個情況 那我們說到那些 就是 市場的時候 因為昨晚始終 白威爾 Jay Powell 就好像 就是比較 比市場預期 那就是 我就 不知道 雷總是這樣看的 但是說到市場的時候 先 雷總 就回答幾句 那希望就是 今天的節目 是說得完 剛才我們說的話 那 好了 那 現在18分鐘 那 所以 只剩下幾分鐘 開開了我的頭 先 那 哇 你也知道 看了一個節目 最近那個導致 那個市場 朗到 其實我很慶幸在英國裡面 生活 因為我經常都說過 即是交易美股 整個市場是看完整個市場 很舒服 就是由下午兩點半開始 開始開到晚上九點 那初時 就是應該是不是星期一 還是星期二 我都不太記得 那有一天就納斯特 曾經是別的 差不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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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遮蓋到 那看你看 最後一天100 還是Combus 還是什麼 都很接近5% 最後賣單 居然收市的時候 好戲劇性 那就升回0.6% 那我都看著 這些大時代 這麼暴動的時間 都一定看著 Bloomberg Television 就看一些anchor怎麼說 因為其實看著它 就大約知道市場是怎樣 就是氣氛是怎樣 那他都說 哇 Such a crazy day 哇哦 那三個anchor都覺得很呆 跌5% 我那個時候的氣氛 我回到我感覺到 就是好像去年 都是first queue的時間 曾經納斯特都急跌過情況 那每次 就是今年我就定過去年的 雖然我呢 其實這個position 我就 沒什麼怎樣沽了很多 我只沽了四分一股票 就是拿了一些資金 還有做了一些投資 那我星期二都有說 那多數這些市況雷總就會說 欸 我一月頭好像全部沽了 一沽不漏 他多數很鮮定的就跟我們說 那我跟KO就問你不早點說 我講過過 他上幾節那時候 不是說各個市況 有些波動的時候 我就全部沽了 那我就 我跟KO就 是 子哥你還是一手都是 他整個都是 那 雷總約多甚至會這樣解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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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總約多甚至會這樣解釋 黑色星期幾有些都見過了 這些真是濕濕碎 NASDAQ最少跌30%先 當紅區 20%上去什麼 雷總就會說這些 那這些太過高境界了 就是很宇宇宙級 就是我們就很貼地的 但是他已經是去到神台 再加宇宙 那真的很難看 但是 神台也上去找到這裏就要 真的是 是 在天宮一號 神台 所以市況昨天到V 不是,之前有V 昨天就到V 開過FOMC7點之前 就是英國時間7點之前 也升了1-2%左右 三大指數 但是公佈一說話的時候 就好像嚇壞了市場 就說 是不是說到好像每一次開戶都會加息 他不排除 他不排除而已 他沒有說到這麼實恥 當然沒有說到這麼實恥 就算每次 你現在說加0.25 他每次 撐你1就糟糕 當然也不會這麼瘋的 而且未必是Linear的 因為你也要看回CPR的情況 如果CPR真的 升得快了 那他可能加息的步伐又會快了 但是 一會就會被雷總說 因為現在只剩下幾十秒 那很快就說了這個Equity Narcats 那 開市之前呢 還有半兩小時 那個道指 那道指也升了0.5% NASDA就升了1% 那 S&P500也升了0.8% 也算是靠穩的 歐洲方面呢 都會有得升 升了0.34% 那 叫做形態都是好過 就是 美國一點 都是 始終在高位那裏 英國在升了1% 那就會很大波動 因為昨天真的出了 我都說了 就是有機會加息的時候 都 美金呢 都還是 9.5% 9.6% 那個水平 但是昨天 就是出了一個 比較 鷹的言論之後呢 美匯指數 已經站穩了9.7% 那麼 我們休息一會 那下節回來呢 再講一個事況 跟著就講一些 CodeFix